而至于在北市立委补选 现在已经正式开战了 来影首先就是锁定 民进党的参选人吴一农 他过去的黑道党员争议 同时也要求吴一农 你必须要说清楚 你跟前国策顾问 黄成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没有想到呢 今天一问到这个吴一农 他到底跟黄成国之间的关系呢 他一听到黄成国这个名字 又搬出党剑牌重申 赵介佑是他开除的 等于是我们在问黄成国 然后他再答赵介佑 而且吴一农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大迟到一个小时 他居然还呛了记者 还筛选了提问的题目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炮轰吴一农 草包就是草包 第二包出发了 加油加油 跟小朋友出位竞赛 吴一农玩得很开心 殊不知早已惹火大批媒体 因为他大迟到现场媒体哭等他一小时 先是记得是九点钟要跟大家碰面的 现在九点零一分 谢谢大家来 讲得大言不惨 采访通知一看确实是八点钟 而且吴一农现身名权国小孝庆 被对手王鸿威大酸 吴一农先生好像应该是选举在了来 这两年他有来过吗 我是没有看过他 我们每一年都在这边啊 所以去年前年都有来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还有谁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因为这 现在都要闪避这一题了吗 不是我刚刚已经回答过了对不对 除了疫情期间之外 校庆发生的时候有机会都会来 我还不知道你希望我才说些什么 一个yes or no的问题都不愿正面回应 提问的记者也被吴一农锁定 狂备冷处理 那理事长您说用放大镜检视 然后他们就说 那要不要讲清楚 跟黄澄国之间的关系 来我们每一个一个回答 还有谁吗 黄澄国之间的关系 来好不好 但他们是说是傀儡 你记者长他们 因为你在质疑党内初选制度嘛 然后莱茵就说 你也是初选制度的受益者 你先说 当即参选才两天就懂得筛问题 只是黑道党员正式攻防热点 我再强调一次哦 赵剑佑是我开除的 赵剑佑不应该被开除 吴一农开除赵剑佑 算是他的一个政绩吗 这个事情值得大输特输吗 再班初开除赵剑佑当党剑牌 却矢口不提 跟黄澄国的关系 吴一农跟黑道是扯不清的 因为黄澄国就是你背后的 最大支持者 吴一农有本事 你告诉我说 民进党应该要把黄澄国 驱逐出民进党 就算是你有心想要对黑道宣战 而且民进党败选后 吴一农开向党中央初选机制崩坏 却忘了这回自己也是被征召 非常时机 每一个党都会有征召的时候 他脑袋基本上有问题 草包就是草包 你自己两次参选都是被征召的 又是迟到又呛记者 又闹小脾气 吴一农的高学历 暖男人设逐渐裂解 借过向林陈佑台北报道 台北市第三选区的立委 补选现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但是吴一农却检讨 这一次民进党会大败 就是因为没收了初选 才会导致选举输得这么惨 王宏威就反向 吴一农你就是靠着征召来选立委 到底凭什么批评 民进党征召吴一农 交出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 但吴一农却把这次九合一大选大败 归咎与民进党没办初选 对手质疑 吴一农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如何出现的 非常时机 每一个党都会有征召 例行性的做法 当然是希望回复到初选 吴一农先生是小鹰男孩 就是小鹰制度的受益者 所以我也不太晓得 他这次他用什么样的立场 去批评所谓的初选制度 议员徐巧兴也黑 虽然原来吴一农的意思是 提名别人就要检讨机制 但若是提名自己 就是非常时期不得已 这个标准很双很民进党 但双标的不只是初选制度 蔡英文才喊说要杜绝黑镜 站在身旁的确实有黑道背景的黄成国 而吴一农登记选北市党部主委时 也被指称有黑道陪同 党内还出现上百位黑道人头党员 要说明和黑道挂钩 不知道有谁会信 赵介佑是我开除的 没有资格成为党员的人都离开党部 这是我们做到的 他贩毒诈欺 甚至呢嚣张到派出所 可以去看他的小弟 赵介佑不应该被开除吗 现在怎么好意思 还把他当作一个政绩来做宣扬呢 连超挺率的馆长也看不下去 通批蔡政府的内阁一团糟 大观纵容黑道横行 四处贪污 民进党喊得改革却遭到外界质疑 究竟是真想翻转现况 还是只是为了骗选票 百姓都看在眼里 记者余盛心虚括号 SNG小组台北报道 大家特别听到吴一农说 涉嫌贩毒诈欺的赵介佑 是他在担任北市党部主委时候开除的 而至于赵应光 也是在他任内请离市党部的 现在赵应光不忍了 晚间发出了一份声明 澄清自己并没有被吴一农 请离开市党部 因为赵应光刚刚发声明 说他没有被吴一农请离开党部 那就是打脸吴一农 对 打脸吴一农 第二个赵应光说他开除赵介佑 不是他开除的 打脸两次 那是我 这是我讲的 民进党的开除党员的程序 是地方党部的评议委员会 做出决议 不是党部主委做出决议 党部主委没有开除党员的权利 所以他不知道 他鬼扯嘛 他那个时候是党部主委 但是是平议委员会 做出决议 送到中平会 中平会做出决定 所以他最多就是我知情 我要求他们开会 最多他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回顾一下 去找一下去年四月份的新闻 赵应光 赵介佑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民进党中央党部 连发两次新闻稿 要求台北市党部尽快处理 然后呢 那个时候 吴一农说 我们有一些程序要处理 可能还要等三天 然后呢 后来是中央党部炸锅了 吴一农才提前两天开 就是他原本是还想拖哦 他说还有一些程序要处理哦 后来隔天 这个赵应光才辞去 因为那个平议委员会 要处理他儿子 是他是平议委员会的召集人 所以呢 后来这个他先辞了这个 后来递捕上去之后呢 再开一个临时的会议 然后吴一农你现在可以大言不禅说是他开除的